環保團體地球之友發起省電比賽 目標是在120天之內節省4000萬度電 總幹事劉子鋒說 節糧是最直接和有成本效益的減排方案 他批評政府過去的幾年預算案都免電費 以前政府都有派發過免費的電費 都是看到記錄將電費的 總電量整年推高了幾個% 所以我們絕對不鼓勵政府隨便免費送電給市民 地球之友發起上年的比賽在90天之內 節省了2300萬度電 如果全港市民一起參加 一年內就可以節省超過25億度電 減碳超過176萬公噸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